嗨,欢迎来到Daily Books 今天的故事分享名称叫做 当我感到失望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当我感到失望 当我感到失望 我心里空空的 很不开心 当我感到失望 我伤心,我灰心 我生气,我困惑 我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 有时候我就想躲进自己房间里 一个人待着 有时候我想大哭 想大喊 想跺脚 暴躁的想发脾气 有些事让我很失望 我想做一件事,可就是做不好 同学开生日晚会 没有邀请我 明明约好一起玩的 可爸爸忘了来接我 感到失望 因为我发现 其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感到失望 让我觉得 有些事我做不好 我没有勇气再试了 感到失望 让我觉得 没人把我当一回事 当我感到失望的时候 我告诉自己 要安静下来 不去想那些伤心的事 专门想那些开心的事 如果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 每个人都会感到失望 失望的感觉很不好 但总会过去的 最好的办法是 去跟别人谈一谈 下一次怎么才能做得好些 想到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 我就有勇气再去试一试 有时候 只要我很努力去做一件事 我就能做得很好 这么一想 我就能忘记那些 让我失望的事 专门记住那些 让我觉得自己很棒的事 结束 小朋友们 你会在什么时候 对自己或别人感到失望呢 当你感到失望时 请你记住 虽然你改变不了 别人对你的态度 但你能改变你自己的行为 你的情绪和你的感受 冷静下来 相信你自己 希望你喜欢今天带来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